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中美贸易协议 那就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 签和不签 它都是四面楚国 因为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是他不敢签 而不是川普不同意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封烟四起 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是否会遭到挑战 这样的很多内容 他的评价 仅仅在政治层面和中共内部的权斗层面 而习近平到招鬼上身之后 10月1号之后 他跟中共就完全绑架在一起 他是中共的代表 我相信所有人都承认了 当他是中共的代表的时候 他就是共产党的化身 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跟我刚才介绍那个故事 大的背景如果出现的话 你会看到一个概念 就是共产党会完结在他的脑内上 跟这个世界就会出现巨变 那作为政治评论 会说他是否遭到挑战 作为一个生命的角度去看待 是他将会走完自己应该走的路 国内经济严重下滑 中美关系恶化 香港抗议持续 民进党地位在习近平的强硬路线下被巩固 新疆的再教育营被称为纳粹集中营 这已经都被披露了 中共遭遇了70年来从来唯有过的挑战 硝烟四起 那习近平的领导地位是否会遭到挑战 不是他的领导地位遭到挑战 这是天灭中共的过程 天灭中共的过程 已经完全迹象表现出来了 所以他讲的这些都 讲的这些大多都可以在习近平的权力控制之下 可是走到今天却是习近平权力表达的结果 所以是你可以说他是一手造成的 权力过于居中 埋下隐患 不是隐患 我觉得就是直接的结果了 七年的习近平看似没有下降 反而得到巩固 四中全会经济形势严峻 中美贸易战香港危机背景下 四中全会却没有向习近平问责 没有提到经济恶化 没有提到中美恶化 没有提到接班人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评论的血表达 他还停留在习近平 共产 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万岁 习近平没有在党内遭遇到挑战 他基本是这个说法 去掩盖了一切 所有人都看得着 他遇到的问题 就是皇帝的新装 那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就是他就是共产党 现在而已 他就是共产党 你可以这么比喻了 就是他是当年商朝的咒王 已经完了 那王沪宁是当年的达基 是动物 这里不是男女的问题 是动物 动物控制了习近平的思想 所以习近平的思想是王沪宁塑造 而王沪宁的背后的力量 是江泽民的蛤蟆 这只动物 所以跟商朝的概念是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美国智库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问题专家叫张克斯 接受哥伦比亚采访时说 习近平地位巩固 因为他刚刚访问中国归来 从习近平的执政效果看 他依然很强大 体系内处于掌控的地位 我觉得这就是笑话 真的这是笑话 在任何破绽出来之前 就是这样的崩塌都是瞬间的 对吧 是两回事 而习近平的做法 是不管国家有好与坏 不管 他只管他自己的本身的状况 在2018年他修改宪法之后 在中共体制的肩架结构上 也就是说军队 国家政党的层面上 他都踩在了三个体制之上 他是代表 所以他坐在了这三把椅子的上面 那当然就是骨骨的 永远看起来是骨骨的 有人对他做法明显不满 比如他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界限 到现在不指定接班人 是因为你中共体制的人 把他推到这位置上 那你想弄掉他 你只能把下面这个椅子给拆了 就完蛋把共产党拆了 把这个国家机构拆了 那只能动他 而在这种因过去的时间里 这种因邪的贪因无道的 这样的体制之下呢 已经没有男人能够站出来说 说干掉他 没有 我们只从人的层面 所以他是跟中共一体 布兰切特另外一个人 过于集中的权力 被习近平日后埋下了隐患 这个说法呢 他里面包含着相生相克道理 不缺乏权力 从而受到挑战 他聚集了这么多权力 处于危险之中 越独裁党内的人 越对党内的同事 是一种蔑视的态度 一个领导人犯什么罪的话 犯什么罪的话 这就是罪行 他把习近平定为 现在就是犯罪的过程 他实际是跟所有人对立的过程 我以为是这样 就像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当他抛弃掉王岐山的时候 会让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都产生最大的警觉 他是一个最大的忘恩服役者 他借助所有力量 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是什么 共产党 他没有任何人情世故 所以招鬼上山了 这个我觉得在身边 谁都能看明白 人那么帮他 然后给了一个虚职 虚职的本身是保住他习近平获得权力 给国家副主席 是他习近平完善国家权力的肩价结构 是为他需要 再剥夺掉王岐山的权力 这是没想到的 因为本该是从中共党的政治局的体系 转向国家体系就行了 他没做 所以他就骗了所有人 布兰切特在相应的辩论会上说 不需要再过七年 习近平一定会遇到执政危机 他举了赫鲁晓夫的例子 赫鲁晓夫当年被强迫退休 强调个人崇拜 权力集中 独裁专制 迅速导致一个人在政治上倒台 赫鲁晓夫曾经谴择过斯大林个人崇拜 而自己却成为了暴君 那这个概念 如果你把斯大林对比成毛泽东 那习近平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倒台前 副手们对他毕恭毕敬 唯命是从 连赫鲁晓夫的一些奇怪的梦想 都会得到执行 习近平做梦 下面是宣传的 完全是一样 忠贞的表面 正是同僚们反对他的可能 不满情绪 充实了中共体制 他提到邓朴方 2018年的讲话中 已经暗批习近平 把邓朴方时代的国际环境 给折腾到四面楚歌了 那邓朴方在2018年的时候 是习近平把邓家逐出政坛 2018年三中全会前 那他抓了吴小晖 邓家的第三代的女婿 抓了吴小晖 然后同时披露出 他与邓家的照的一张照片 吴小晖也在其中 所以那张照片 只有他们自己有 外头不会有 他是故意发放 所以他以个人的方式 彭丽媛不在身边 所以不是一个家族朋友的概念 他是以国家主席 党的主席的方式 把邓家逐出政坛 这是两年之后我们看到 所以他在这里面 在引用邓朴方的故事的时候 这就我说 他是有不满情绪 但他在目前的肩架结构上 不好办 他不好办 邓家也对他如何不了 邓家也没有在过程中 已经失去了势力 但是反过来 你可以反映出 中共体制上下对他的态度 这是真的 第二个例子 就是新疆的集中营的文件曝光 这是体制内的 这是现今体制内 直接对他打击 因为新疆的文件曝光 矛头只在习近平脑袋上 他涉嫌种族灭绝 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的教授 这些都是这个了 十九大人事安排 个人力量强化 远远超过体制内任何其他精英 反对派没有途径 所以专衡个人化 会激发整个中共体制的人 对他的憎恶 这是真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 因为专制体制内 他会造成 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的 那每个人专制的 他会在被专制的过程中 对专制者采取极其憎恨的态度 习近平自己是这么上来的 而他标志着 他将带领着中共体制的 完全的崩溃 因为他一切条件 天灭中共的条件 已经完全形成 那人将在环境中 恢复人的自身的尊严 什么意思 天灭中共就是神出手 神出手的时候 现代的人就会问 神怎么出手 一定是情理之中 而相当意外 而人在 每一个人在其中 又同样被考验着 善与恶的选择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